一字不提队长赵继伟 杜丰南兰爱将为郭爱伦直接打脸 乔大帅 中国南兰后卫线全部羞愧难当 南兰在之前面对日本的比赛当中 输球遭遇了88年以来的最大耻辱 这也直接导致了后续进行CBA全明星赛 几乎无人问津 成为了一个尴尬的空壳比赛 大家都不愿意去看 不愿意去支持了 究其原因还不是你的成绩太差吗 说别的都不好使 拿不出成绩来说什么都没用 大家就不会喜欢你 不会支持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中国南兰需要改善的就是后卫线上的问题 而现在终于有人敢说真话了 之前在杜丰南兰当中 非常非常受到杜丰重用和信赖的一位爱将 南兰国手也是CBA的顶星巨星固权 为了郭爱伦直接打脸乔大帅 他公开表示南兰就缺郭爱伦这样的球员 乔尔杰威奇和姚明之前做出决定 让郭爱伦彻底告别中国南兰了 郭上这次没有入选 后续恐怕你没什么机会 把他踢出南兰的大名单 但是你不要郭爱伦也没问题 关键是你得能赢球 如果你赢不了球 那对不起你说服不了任何一个人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现在很敢说话的是谁呢 顾全 顾全在最近接受访谈的时候 直接放出了一句话 回忆着他和郭爱伦之前的一些往事 郭少爷曾经给他发过牢骚 因为自己没打好被网包过 但是也都扛下来了 他说看看现在南兰这个阵容 他觉得南兰后卫就缺郭爱伦这样的球员 关键时刻能去场上搅乱局面 敢打敢拼 打开局面 你需要的就是郭爱伦的 他觉得郭爱伦那股斗志 包括他那种关键时刻破局能力 就是现在南兰最欠缺的 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 南兰现阶段这些后卫 你们一个都不行 没有人有郭爱伦的硬解能力 破局能力 没有人有郭少改变比赛的这个能力 还有关键时刻得分的能力 就把话撂在这里 顾全很敢说话 他和郭爱伦也是非亲非故 以第三方的视角说出了心理话 南兰就缺他 直接打脸了球这些威胁 你不要郭爱伦 问题来了 你比赛赢了吗 你选择这些后卫比郭少强吗 包括队长高纪委须杰 谁比郭爱伦厉害 有一个他 南兰还会输日本吗 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而且之前南兰确定选拔名单的时候 不要郭爱伦的时候 那可是在修赛期 包括世界杯 郭少当时可没受伤 如果那个时候有他 世界杯还会是这个成绩吗 你说他的份量は 然后什么 而且我大家便提供 想解击ologue 但你觉得 我几天较 一个 移 nen